大家好 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部和人鬼之恋有关的影片 阴阳错 影片一开始 保险公司的小明在开车回家时 差点撞到了正在过马路的美女小鱼 而小鱼的美貌也给小明留下了极大的印象 其实小明呢也想和她说上几句话 哪怕是道歉也好啊 可人家小鱼压根就没搭理她 而今天也是小明和女友阿凤订婚四周年的纪念日 是订婚啊不是结婚 其实小明也很不喜欢阿凤 只是小明的母亲特别的喜欢她 阿凤呢经常不给小明面子 不管是在家人的面前还是在朋友的面前 总是对小明又打又骂的 但是想分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小明的母亲认定了这个儿媳妇 所以小明也只能是忍着 吃完饭以后他们这一家人又玩起了蝶仙 小明的弟弟说人太多了 最多只能三个人玩 而且请蝶仙的过程中谁也不要放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而就在小弟介绍规则的时候 小鱼却一不小心从天台跌落当场死亡 与此同时小明这边也请到了蝶仙 小明问道蝶仙蝶仙你叫什么名字啊 蝶仙回答道我叫张小鱼 然后小明又问你是怎么死的 听到这个问题蝶仙瞬间疯狂了起来 最后他们几个人也都松开了手指 这也就是说小明并没有送走蝶仙 转天老板告诉小明 昨天有一名女子跳楼自杀了 你去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自杀 如果是自杀的话 工资就不用赔钱了 请记住咱们的宗旨 劝人买保险尽量不赔钱 其实小明也很明白 这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不必太过于认真的 可是当小明打开保险单时 就彻底惊呆了 被保险人的名字叫做张小鱼 难道说这个保险人是昨晚的蝶仙吗 或者说这是一个巧合呢 回来经过小明的调查得知 原来这个张小鱼 正是自己昨晚差一点撞到的那个人 而更神奇的是 房东的孙女居然还说小鱼姐姐 正在陪她一起玩耍 最后经过女孩的指引 小明也来到了天台 在小鱼的操控之下 小明一不小心也顺利的从天台上跌落 只不过小明比较幸运 抓住了几根电线保住了姓名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 小明也知道 小鱼并不是自杀 而是一场意外 回家之后 她看着小鱼的照片 也是非常的郁闷啊 老板都说了 能写自杀的 绝不写成意外 这个要怎么和老板交代呢 而就在她摇摆不定时 小鱼的鬼魂找到了小明 而且小鱼还很不客气的 穿上了阿凤的衣服 看到有如此美貌的女鬼 小明一开始呢 也没害怕 但是她毕竟是个女鬼啊 在自己的眼前 不断消失 不断出现 震动的小明 想不害怕都难 最后小鱼告诉她 我不是来害你的 我就是想要我的保险金 转天 小明和老板说起了这件事情 但老板却说 见鬼啊 我看是见你个大头鬼 快点 给我改成自杀 意外死亡 那是要赔钱的 再说了 人都死了 她要怎么证明 自己不是自杀呢 就这样小明很无奈的 把意外改成了自杀 可回家之后 她再次遇到了小鱼的鬼魂 小明说 这不能怪我呀 是老板非让我这么写的 有什么事情 你就去找她吧 明天我可以带你去找她 转天小明带着她 找到了老板 正好这时的老板 在参加一档电视的直播 好像是竞选行业的会长 小明说 老板啊 我把张小鱼给您带来了 如果你不在意外死亡单上 欠字的话 那他今天就会鬼打后脑勺 让你在电视节目里 瞎胡说 老板说 你快拉倒吧 还鬼打后脑勺呢 当我是三岁的孩子 就这样老板 在小鱼的控制之下 说了一大堆 哎呀 惨不忍懂的话呀 最后害的电视台都终止了直播 老板呢 也同意了给小鱼补偿金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小明和小鱼的感情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打打闹闹间 小明亲吻了小鱼 当然小鱼也没拒绝 算是默认了 他们之间的人鬼之恋 但小明所不知道的是 他的弟弟正在偷拍着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而且女友阿凤 也很巧合的来到了这里 看到小明在和空气接吻 阿凤也是一脸的蒙圈啊 你这是在演习吗 还是说得了什么失心疯啊 最后在老妈的逼问之下 小弟也说出了实情 老妈一看 这哪行啊 人鬼之间怎么可以结婚呢 而且我还想要抱孙子呢 不行不行 快找个大师 把这个女鬼给收了 转天大师来到了小明的家里 大师说 今晚正是阴盛阳衰之时 如果今晚再搞不定他 那小明也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你们要拖住小明 我在这里打开死门 让小一对鬼魂魂飞魄散 一开始呢 还算是蛮顺利的 眼看小鱼马上就不行了 可就在此时 小明及时赶到 大师说 死门马上就要打开了 你赶快离开这里 可是看到奄奄一息的小鱼 小明怎么会就这样离开呢 不久之后 死门打开 小鱼也被吸进了死门当中 而小明看到眼前的场景 也选择了跳楼自杀 可是明明当中自有安排 小明并没有死亡 只是受了一点伤 但从此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小鱼 到此影片结束 其实我感觉吧 小鱼也没害人啊 为什么非让他魂飞魄散呢 如果你是小明的话 那小伙伴们会如何选择呢 按照影片中的设定 在一起可能会导致死亡 不在一起就能好好的活着 家人朋友 人鬼之恋 二者只能选其一 大家会如何的选择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 咱们下期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